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聽三分鐘視頻 今天展題是提防回馬昌 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相當繁複 高開之後曾經上過25,800點的水平 但很快就升幅無意為計,一度倒跌 倒跌之後,低位又承接零,轉回回頭 最後全日沒有不點升跌,升三點 成交1642億少了,收補25,481點 今天能夠跌後升回頭,主要是騰訊 唐訊今天升18元左右,一股已經提供100點的升幅 加上匯豐也挺帥氣的,也提供20點左右的升幅 只不過內隱股今天不多,建行、工行都要回軟 其中建行跌1%又多 令市場今天不能夠保住升幅,更加一度下跌 整個市場,今天的市場剛才提到3點成交又縮 其實無論從指數的升跌至成交量的變化來說 香港的方向不太強,不太強,可能跟好膽因素夾襲有關 單從基本面來看,暫時沒有什麼明顯的方向 一方面消息繼續壞,包括什麼呢? 特朗普正式簽署法案,就着港區港版國安法對付香港 其中一個就是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還說威脅會制裁推動港區港版國安法的官員 以及他們有業務往來的銀行 今天內銀股下跌也不多不少有些關係 當然最厲害的招是之前全國說聯會動手沒有出道 事實上早幾天的報道都說這個應該不是他們的選項 現在證實了不是,有壞之餘也不是太壞 這就是特朗普對港股方面的影響 與此方面,疫情又壞,又不是太壞 又壞的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沒有好過 從發展來說,因為新確診人數持續高位 連續幾天就在6萬之上 而且有個別州份單日的死亡人數藏身高 包括法羅里達,以至阿拉巴馬都是這樣的情況 而且某部分州更加說要急叫冷凍車去放屍體 因為屍體太多,放不完,停時間 情況類似早幾個月的紐約 這個就壞了,但不壞的方面是什麼呢? 就說疫情就雖然差,但是疫苗好像說有進展 其中一間藥廠就說自己的疫苗就不錯,產生抗體 這些測試者的中和抗體 而且測試過程就沒有什麼重大的副作用 所以繼續用這樣說,換字又好又不好 所以消息面暫時就不是太過明確的項目 只不過投資者要擔心什麼呢? 就是擔心我怎麼提到那幾個字? 就是提防回馬槍,回馬槍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資金的回馬槍 單從宏觀角度,暫時資金好像都是繼續向好方面走 原因是看美匯指數,看到美匯指數走勢 穿了96,一個小圓頂的狀態 在挑戰這個支持位穿了,更加突出了美匯的跌勢 美匯指數顯示資金的風險位納上升 從單從這角度說,資金出現回馬槍掉頭走的可能性 看起來不太大,只不過從個別的指數來看,就要提防一下 首先講一下上證,上證指數 這就是今日的情況 跌53點的1.6%,走勢是麻麻底的 而且還穿上綠色的小雙頂,穿上小雙頂的頸線水平 就是紫色箭嘴指數,穿了的 頸線水平是3372,3361,穿了十幾點 照量照度,也要試一試3300點之下 當然更重要的支持就是上升跌口底部,會不會穿呢? 總的來說,上證指數就弱了,為甚麼弱了呢? 其實早一兩天,突然發覺北水不斷洶湧入內地股市 但近日開始就撤出,昨天報道還說,有紀錄以來,單日撤出最多 顯示資金好像回馬槍,之前不斷流入,突然反過來走出來 為甚麼會這樣呢?這個小心第一個,上證指數的資金出現回馬槍狀況 流入,掉頭,走,之前一天已經出現的狀況 會進一步延續這個狀況,於是就認真頭邪 事實上,今天國際指數是不能夠跟著恆生指數一起上升 看到是下跌14點,和恆生指數走勢,是出現背遲 雖然恆生指數也不是升很多,背遲也不是很突出 但無論如何,都是方向反過來走,小心這個情況 會不會是上證指數,資金出現回馬槍呢? 第二個,當然更加重要的是看著,美股方面,科技股特別 會不會出現回馬槍狀況? 昨天節目提過的,納斯打指數出現,頂背遲加穿頭破腳 走勢就弱有力,昨天晚上,納斯打指數一度再跌 跌得不少,穿了這個,昨天節目提過的重要的支持位 綠色戰爪指著,前浪頂支持,1021 第一,穿過一下,不過幸好,穿一穿之後,就叫做失意伏德發上去 叫做弱了一點點,但未知真的正實去弱 而且迫近上升軌之後,就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是稍微弱的,淡耳有一點點,但又不是太濃 為什麼要擔心回馬槍呢?因為根據很多不同的調查 或者交易數據顯示,好友實在太樂觀了 這支針實在湧進去,湧得太厲害了 如果從相反理論角度,不多不少要擔心 不斷湧進去之後,會不會一旦掉頭走出來呢?這個可能性 起碼從兩點來講,第一點,就是根據美銀美林一個月一度的遊戲經理調查 顯示,現在高達74%的基金經理是增持科技股 這個比例是什麼概念呢?就是有史以來最厲害 這個基金經理調查以來最厲害 這個調查,說久不久,說短又不短,起碼七年 這個調查是2013年開始的,七年以來是最厲害的 顯示資金一面倒融入科技股 而事實上,負責調查的人都形容為 科技股是最擁擠的交易,全部都滾下去 根據以往經驗,最擁擠的交易 通常擁擠的兩方面,會劫傷、焗傷 不太適應,有些人不會走的,太逼了 所以就小心資金,一個回馬槍出現 這是其中一個,剛才提及過的交易數據或資料顯示 有可能會出現回馬槍 第二個就是什麼呢?奇權都是這樣的狀況 雖然科技股升得很暴暴,升得很高 但是仍然很多投資者,繼續湧進去買一些認購奇權 講到美國方面,例如亞馬遜,亞馬遜這間網上零售 出現的認購奇權,出現歷史性的需求 這些媒體應用為,歷史性的需求 現在仍然很多人在買什麼呢? 就是三個月之內會再升五成 哇,升到這樣,還會倒去升五成 其實當地的人,對科技股多麼樂觀 其實除了亞馬遜之後,Twitter,以至Tesla 都是出現這樣的狀況,大量的資金擁有買了認購奇權 駁去再升一波勁 已經升到那麼厲害了,再駁去一波勁 所以說顯示當地的科技股的資金 追捧科技股的資金實在太瘋狂太厲害了 從相反理論的角度,大家都要小心提防一下 怎樣提防呢? 看回兩個重要的位置 都是前浪頂,昨天提過10221 以至上升軌的10100的水平 大家留意著,如果穿了就要提防了 標普500指數,如果未來兩三天都不能突破這個商頂 就要小心,特別是昨天公佈的美國銀行業績 都是差的,副國又虧錢 花期倒退七成多 顯示當地銀行業是糟糕的 如果未來兩三天還穿不上這個商頂 化解的淡意,小心 那至於國企指數看著20天線 能不能夠守住 恆生指數也是,前浪頂支持 曾穿過兩次這兩天 如果再穿就頭痕,加上如果再穿得來 再失守20天線,今天就是25151 以至紅色箭咀指著的上升聯口底部 25124至25182 如果再失守,就提防回馬槍出現 講到這裏,時間都差不多了,多謝大家的收看